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炎热的天气仍然会持续 请大家小心中暑 尤其老年人 65岁以上的人 还有0至6岁的婴幼儿 有病的人 肥胖的人 身体不适的人 室外活动较多的人等 需要特别注意 为了防止中暑 在日常生活当中 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睡眠不足 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请尽量避免在白天较热的时候外出或做运动 外出时 选择走联姻地或戴帽子 避免日光直射 虽然省电很重要 但其前提是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请适度地选择使用空调和电风扇 在口渴以前或外出前 尽早适量补充水分 大量出汗以后 除了补充水分以外 别忘了同时补充盐 穿着上 可以选择西汉材质或通风较好的衣服 一旦感到身体不舒服 请马上转移到凉爽的场所 并且补充水分 如果仍不见好转 请立即就医 好 接下来是有关地震的小常识 東海地震に備えて 今週のワンポイントアドバイス 災害有电音ダイヤル171 有关灾害时的留言电话171 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打电话的人会增加 因此 打网灾区时 电话很难打通 此时 请利用灾害时用留言电话 这是一项可以留言或听留言的电信服务 留言时 1. 拨打171 2. 按号码1 3. 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 4. 留言 实现为30秒 听取家人或朋友的留言时 1. 拨打171 2. 按号码1 3. 拨打对方的电话号码 4. 听取留言 此在二十留言电话可以进行体验 每月1号 1月1日至3日 1月15至21日的防灾与志愿周 及8月30日至9月5日的防灾周期间 可以体验拨打此项服务 以上是本周的中国一消息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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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